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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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给他告知数了 告知书是什么 人家都没拿到人家讲啊 啊 那告知书就是个撤销案件决定书啊 有什么告知书 肯定有 肯定给他了 没有给啊 我跟你讲了吗 人家就自己在这就说了 没有给 那现在要你们告知一下 你说一下呢 这个案件到底是怎么告知的呢 我不知道他是主办民警 我怎么能告知他 怎么能延续到你们那个主办公司 那个案子已经结束 已经告诉他了 所以我主办公司怎么告诉他了 我不提不出 那您现在有什么事 找那个办公司呗 对 我现在就找那个办公司 对 对啊 行 那我怎么问问你办公司 方便把他电话给我们 这个186那个电话 对 是 是 那是他的我们警户通 那打电话不接 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是不是排除所啊 我们是 我们是 他今天不上班 我哪知道他去干嘛了 我希望你们还是要正规一点 人家报警也比较那个啊 求助的事 他就是一推再推 什么事情也不说 有一个叫在你们那儿 说是被强奸一样 我看也有立案告知书 他现在就想知道这个对方到底有什么情况 他这个被强奸这个案子已经是去年的案子了 这个 具体什么情况呢 我们已经多次答复他了 指质书有没有啊 指质的 我不是办民警 我不太清楚 那你到底是谁呢 打他电话也不接 就是叫丁 对 应该是丁警官 现在这个人也不接电话 我们想让他告知这个事 就是对方的这个啊 就是说他强奸这个人在网上有涉嫌 藏播或者说诽谤的意思 你知道吧 但是因为这个案件 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 你们想 你们想怎么了解 我再跟你说一遍 第一个 这个案子 他拿了一份叫立案告知书 我想知道这个案子是在进行当中还是在 已经结案了 这需要办民警答复你 我只是听说过这个案子 我印象里这个案子应该是没有结果 证据不好 没有结果 过来报案一些相关事实 听过公安机关这个相关的查证 你不了解的话 应该是构成强奸的这个证据是不足的 这个情况 你们应该有助 应该帮助他来解决这个事情 对不对 他好像打了不止一个电话给你们了 这个案子结束 那你要有个撤案决定说 或者有一个结案告知书的话 他什么都没有啊 人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有的案子是没法接的 事实查不清 但是没法 这个案子有被害人 有嫌疑人 这怎么可能叫事实查不清呢 事实查不清有个结案告知书 如果说你这个 你们那需要想法东西 你就想要这个东西可以发函 我们这儿我让那个办民警 你们可以走过外面 我们现在是不能告知还是什么意思